而新北市三重一家食品工廠 昨天下午則是被人發現說 冷凍庫裡面竟然有一具男尸 清查身份發現 死者是食品工廠自家人 警方已經封鎖現場 來調查男子的死因 鋪著往生 被嚴信男子的尸體 被兵障業者抬上車 家屬也跟著一起離開 面對兒子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在自家冰櫃凍死 家屬情緒激動 拉下鐵門拒絕媒體採訪 一人是CG等賽 不是說怎麼樣 所以你不要跟他找 這家位於三銅大銅南路市場的店面 專賣鯊魚 煙花 雕蝦 主打批發零售 今年1月底才營業 不到半年卻發生慘劇 長也快在做生意 我老公在這裡做生意 他們的太太 我沒什麼了解 他人好不好 人很好 人不錯 據了解死者弟弟 3號傍晚5 6點到店裡 打開冰櫃死者就倒了出來 嚴信男子年約40多歲 家屬表示 嚴信男子有心肌梗塞的問題 警方初步排除有他燒的可能 將再進一步進行勘驗 由DNTV吳元希 吳佩如新 美式報導 打開冰櫃死者就倒了